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14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现场实作教学直播 有新加坡和香港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就直接进行 下面的 好 那这次各地有一些提问 我们现在先 新加坡先开始好不好 新加坡那个Ken 你那边可以分享吗 这是第一个视频 其实我们没时间拍 他的儿子拍的 那刚看到他这里气球 他儿子说是气球 那这是第一次在推 然后他拍很短 不过我只是要分享一下 就是这里在按推的时候 他的腹部就是整个 他的皮也是硬的 然后我按第一遍的时候 他说没有痛点 每个部位我轻轻这样沉进去按一下 都没痛点 然后我在第二遍再涂江粉泥 然后再深层的按 那几处痛点都出来了 然后走了两三圈 我再回去同样的部位按 他说那个痛减轻了非常多 然后再多一个视频 第二个视频就是我第三遍在帮他做的时候 痛点大致上都减轻飞 就是说一点点不是 不过已经没有很严重的痛点了 然后他的儿子就从那个角度拍 他说整个那个气球已经好像扁下去了 然后这个第二个视频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在推的时候 他的肚皮已经不像第一个视频那样硬了 就推的时候他的皮是松软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小很短的视频 他的儿子就是要为了让妈妈看 第一个视频跟第二个视频 那个皮就是已经松软的视频 然后到最后回去的时候 他整个人轻松 然后喝姜汤开心了 然后因为不想录脸 然后就有这个视频 他的衣服来的时候是 肚皮那边是整个紧绷的 那按推完之后 这个衣服是 腹部那边是很松的 所以他非常开心 然后回去就很多功课要做 可是他得回马来西亚 所以我已经推荐他到巴胜那里去处理 那边的宝贵师姐会帮我接手 就要分享这一点 然后就如张医师所讲的 有症状一定有体伤 有体伤一定有痛点 第一遍无论我怎么按 他都说没有痛点 然后我就知道要再深层一点按 然后第二遍就把痛点找出来了 所以要坚持这一点 好 老师这是我要分享的这一个腹部的 这个非常好 也掌握了一些大原则 就是有浅入深 那一般测试 大部分我们一开始不是用很大 要按到很深层 所以一般这样土是对的 那等它适应了还没有痛点 然后腹部有体伤 有症状必有体伤 这刚刚您讲对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那个就要懂得 有浅入深 再深层一点的按堆 那你也做到了 所以这个非常好 那以前是很多在 按堆附水的时候 常常都在表层浮江门里 热也渗透不进去 所以一般效果不好 那如果能够你看做完 立刻这样就能够松下来 那患者也感觉舒服 这应该算是很成功的案例 这样就达到我们解证的效果 所以习青这个做得不错 老师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腹部就消了 大概两天之后 它慢慢又开始覆水了 又慢慢的又膨胀起来 所以就我是跟他讲说 体伤还在 因为他周末就这几天 都没人帮他按推 虽然他有努力的就是 有用逢豆袋温敷 有喝姜汤 还有去步行 可是没有好好的把那个 痛点揉开的话 那个症状还是会出来了 对 如果体伤没有按开 有时候我们的热源是进不去的 会进不去 所以 刚刚像陈经理那个 也是一定要按到体伤 热源才渗透的减去 他才能解证 所以就像你说的 如果没有精光 温敷没有按推配合 这样效果很难解证 尤其到附水 对 通常这些都算重症了 那假如他们就说家里没有人把他们处理 那也不要来中心的话 这个问题解决就会拖拉了 就拖得很久 那假如他们很积极的一直来的话 我相信我们把他们的体伤揉开的话 他那个修复就比较快 就不会那么快的又崩回来 然后又那个附水又再重复的发生 确实是这样 我同意你的感到 所以这就是我要分享的 还有多一个是比较简单的 是我们自己的志工 通常来当志工的 之前有提过 就是我们都一直在推广 可是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 不会处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假如学员来的时候 看到我们自己的志工都有问题的话 做推广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所以一旦我们知道志工有问题的话 都推荐他们来我们 就是说来中心比较密集的处理 然后这样子的话 提升他们的信心 下来有一个PPT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志工他一直都有来服务 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就突然间冒爆汗 爆汗了之后 隔天他就开始发痒 他的痒就从小部位慢慢的延伸到整个身体 尤其是腹部跟颈部的部位 那自己在家里就看视频 然后我们有培训 他也是尽量说要自己来解决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 不过按不到位 然后那个问题就变得更糟糕 这就是那个PPT 那他本来就自己开始有痒的时候 他就自己处理 处理就照着我们所讲的 有症状一定有体伤 有体伤一定有痛给他自己找 可是自己按的时候就 多数自己按很多时候 他们都不敢自己下例 又或者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下例 所以很多时候都按不到位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 对 那这个他自己拍 他就自己拍 第一天他的腹部 这是腹部 然后越做越糟糕啊 越做越糟糕 所以他才来求救 然后再下一个 所以我们就 他就来叫我们指点一下 他按推哪里有问题啊等等 我们指导他做那个按推 不过还是回到家的时候 他就说在这里按 感觉有痛点回到家按 一直找不到那痛点 就是可能他们自己按推的手法 还不是那么到位 家里也没有人帮他按 所以越来越糟糕 所以在下一个 我们就 因为那个痒 他没有办法睡觉 尤其是凌晨三点 三四点左右 他就会痒到不能再入眠 然后一整天就会非常累 之前他都是有运动的 可是现在一流汗 身体就开始痒起来 所以他开始也是怕动了 来下一个 所以我们就 鼓励他来中心 密一点就 一三五都来 我们这里的 志工就帮忙他处理 那以姜粉泥按推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痛点都找出来的时候 按完了 他的那个 那个痒 马上 马上就可以解除掉 然后他发现 他的问题是在腹部 还有颈部 可是我们就 我们的 我们的志工也开始 帮他脸部跟颈部 这边开始按推 哇痛的 他说 他从来不知道 脸部可以这么痛 可是很神奇的 也是这些地方的痛点 找出来 温敷了之后 他的整体的 那个 那个痒的症状 也开始恢复得很快 然后下一个 那当然内热源 我们也是有提醒他 你睡眠已经开始被影响了 整个身体都都垮下来了 一定要注重在那个内热源 之前他都是喝姜汤 熬姜汤就 就简单的保健跟补充这样子 那我们就跟他讲 直接换成姜粉泥来喝 他喝了 他说马上那个热能 一旦被吸收了之后 很神奇的 运作也跟着改善了 再下一个 一旦不痒 他就可以运动了 那运动的话 能够启发身体的 那个治愈力跟修复力 自然的那个睡眠也改善了 整个人就不再那么累 然后到目前为止 他的整体的那个 那个那个改善 有有患处的话 都是被抓伤的 都是被抓伤的 然后现在抓伤的部位 也非常明显的改善了 他还没有给我 最新的那个照片 这个我就要分享到这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疑问 给张医师就是 当那个学员 他们在很 就是说痒的时候 感觉很痒的时候 不抓马上去按背后 我们帮他按的时候 会解 可是很快又崩回来 又开始痒回来 大致上我们是 就跟他们讲说 这是因为体伤就比较严重 那热能也不足的情况下 那个体伤又很快 又就恶化一下 然后一恶化 因缘最足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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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又会再发生 那多数我们所遇到的那些学员 就是有痒的这个不适感的时候 是 其实是蛮难处理的 因为 一痒 他们的 马上 第一个感觉就是要去抓 就能够解决这种痒 因为一旦被抓伤 又是一个状出现 第一个 先回到我们的理论 就是 疼痛酸麻痒 多数他属体伤 那这个痒 不是因为疹子才起痒 有没有起疹子 因为疹子也是果 痒也是果 果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先从他处按 那按了 如果他能解症 就是不痒 那就确定是 痒是由他处来 那如果我们按了 确定没有效 那这个痒 很明显就是在患处 那患处的时候 就要配合 那个涂抹 就是我们现在 讲的涂抹技巧 一定要到生成 比如我教各位 如果四肢的时候 最好还是在整击床 然后整个身体要怎么样 靠着顽骨 然后整个沉下去 把姜本泥涂到深层 那如果涂下去 到深层的话 我的经验是可以立刻解痒 那如果有痛点 再把它揉开更好 一般是这样 那我是怕说有时候涂的力道不够 不够那个深层 所以效果好像有改善 但没有改善那么大 有时候会这样 所以你在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就是涂进去 然后如果患者要抓也没关系 就是涂姜本泥 然后涂姜本泥一边涂一边抓也没关系 这样滑滑的不至于让它破皮 然后它这样抓的时候 热源也可以渗透进去 只是没有像我们按推那个按下去那么深层 但它一边抓一边涂姜本泥这样 用抓再涂姜本泥 一般也可以滋养 除非它的体伤真的很深层 那有时候再配合就是热开水 热开水 冲一冲 冲一冲它整个皮肤松了之后 热源可以再渗透进去 也可以止痒 就是这几道功夫 那热就可以渗透到深层 那我认为一般这样处理下来 我好像印象中好像养是很容易处理 因为之前也有几位志工 他们也有涂姜本泥 涂了效果也不好 那我涂给他们看 原来就是那个涂的力道没有进去 没有到深层 所以患者感觉稍微有止痒 但没有多久又来 那就是我刚刚讲 没有把那个热源弄到深层 那如果到深层还不够 那再用热水在最后 因为你涂了几次之后 热已经渗透进去 再加上热水 温热水不能用太热 因为你涂过之后皮肤很敏感的 稍微热它就受不了 那以患者能承受的水去冲一冲 它会很快就解证 我对你这样的回答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会什么都要试 对你再试试看 应该可以解决 今天我的疑问就到这里了 谢谢张医师 好 不会 好 谢谢新加坡 那我们现在镜头转到香港 好 香港我们现在交给你们 大家好 我是Sally 今天我要分享是我自己的案例 我大约是在三页底左右 我就发现突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左边的耳朵 好像有声音 它是挺准直的 大约每个晚上十点多十一点 主会都会响响响的这样子响 然后我有在 也有调理 有在中心按 就是颜色点 然后就温敷 但是好像效果不是很影响 那因为可能最近又出差比较多 然后就感觉自己热 热源就不足了 更厉害了 所以在五月底的时候 我有请教张医师 有跟他说过的 都好像有 我问生好像情况调的不太理想 然后老师就 问我说 暗能联时点 那个有没有 大开关暗开 暗的是不算 或者说暗的蛮深的 还是OK的 只是好像 不太理想 混 那个混不太理想 那张医师就教我说 除了大开关暗开 按 按 按 旁的 一直往 往上去找 然后 前面也要找 甚至 脸部也要按 推 这样子 然后呢 我六月初就开始做 那大约做了一个礼拜之后 就发现 那个 声音 睡觉的时候 好像没有声音响了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家里是怎样调的 那我现在每个早上 我都 早晚我都会 都喝姜粉 一大约每次十克左右 那晚上那个喝完姜粉 我剩下的 就会来按推 然后在按推姜粉 之前呢 我会稍微 按按我的 开关 就是 我这边 我先顶住 把那额后 放进去 放进 然后身体顶完 顶完之后呢 我就会按推这里 一直往上找 好 推 一直往下找 弄完这边呢 我就会 按这个前面 这个也会把它按 好 顶住 顶完 然后推进去 刚开始按的时候呢 嗯 这 这边 第三点 耳旁一直往下 这里的第三点 非常疼 然后这里很疼 这里很疼 然后前面这边也很疼 然后这个都会按开 按完之后呢 我就会用姜粉 泥 再涂这样子 然后 然后虽然是左边有神颜 右边没有 但是右边呢 我还是一样也会 也会 也会做同样的动作 先按 顶住 然后也是一只 按着耳膛 往上找 前面是一样 顶住这边 好 顶完 按完之后呢 我就会涂 姜粉 涂 我整个脸部 然后这个脸部 一直往上 我就会涂 整个脸部也会涂 先涂均匀咯 我也是用一点力 压稳 然后 顶进去 这边也是 这边 不是按 按稳 然后一直往上推 那刚开始按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疼 那现在已经 没那么疼 我现在是 六月十几号 所以现在已经 基本上这个痛点 都没有了 但是我还是 现在没有想 但是我还会坚持 每隔晚上 睡觉之前 我都会做这个动作 然后 我一敷 然后 腿一直到腿 那一般来讲 我都会 重复推两次到三次 这样子 推到姜粉 淋圆圈吸收了 就是按稳 然后 用一点力 一点筋 按稳 有时候 我还会用这样子 继续按 一直往上爪 对 再一次往前按 然后按到这边也是 一直也会这样子 按 慢慢推 然后前面 我们也会长 这边 这边我们也会 一样站着来推 两边都会站着来做 一次就按两次 这个脸部 我也会涂 顺便也帮脸部做一个按摩 也可以做物符 还是一样会自己帮自己帮 然后也是点完 然后整个这里我也会再推一次 推完之后呢 我还会用吹风机 推完之后 最重要是呢 我还会戴上这个帽子 为什么会戴这个帽子呢 因为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温敷 我会戴上这个帽子 戴完这个帽子之后呢 我会贴上这个软脑包 然后贴着我这边 贴住这个软脑包 贴上去 贴上去 然后晚上睡觉 我就是这样子 我坚持了 就六月初 五月底请假老师完之后 然后六月初就开始做 大约做一个礼拜 那我那个晚上睡觉 那个声音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补充了 然后自己按照这个方法起座 如果可以按到位的话 然后热能也不足够的话 他会慢慢修复的 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 感恩 好 谢谢莎莉的分享 老师要补充一下吗 好 那个他那个按推 自己按推 所以如果能够再参考 免付的我们的工具 应该可以按得更深深 那他自己都有这样处理 也能够解决他的症 他处跟患处都有解决到 我想应该 这个就是最好的案例 自己能够做出来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老师 那那个香港他们还有一个前列腺癌的 一个案例要分享 也要请教老师 他这个比较长 我们可以播一小段 然后现场再看你们要不要补充说明 好 那我们放一小段他们的视频 今天我有条例 这位是袁先生 他是6月11日到我们终身来的 他是有前列腺癌的问题 今天是第三天到我们终身来 是 我先跟他把大开关打开 就是相腿部 还有沙腿部 就是整个腿部 开关先打开 我现在粗了一勺 有没有痛 有啊 有 有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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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一点 有 有 我比较通一点 对 现在是沙腿部 很痛 这个很烟 这个很烟 痛 很痛 还可以 可以支持 来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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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点 比较痛 这边就想痛 不 下面的比较痛 下面的点比较痛一点 下面的点比较痛一点 下面的痛一点 嗯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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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弯处就是在左边 所以刚才按的时候 左边比较痛 右边就没有那么强烈 给通感 好 现在我们是 是应 可以 使下的 降粉泥 对 好 好 现在 可以 接着有没有 好吧 不没有 小小 一点一点 一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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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下一点 对对 对对 接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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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跟他推 推一个 富国的痛点 看看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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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点 对对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 看看这边有没有 这边有没有空点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没有那么痛 没有左边那么痛 对 好 这 只要一点点 对 这一点点 通顶的是在这边 对对对 左边 左边的通顶比较明显 比较强 比较强 对 有没有 暖的感觉 有啊有啊 还有 对 我会记得推 推 推浆 推三片 之后 之后 之后我们会 因为 弯节 比较怕 要拒绝 怕 冷 我们就会 用红豆袋 温敷 20分钟 好 接不接着我们就有 袁先生 直接 直接 说说他的状况 好的 袁先生 你现在今天是第几次来 调理了 我是第三次 第三次的调理了 对啊 你感觉如何 可不可以说一下给张医师听吗 哎 现在我尝试不如不吃私衣给的药 我 主要是 帮我排 排小便的 现在不吃 我排小便 要没有问题 还有我配合 呃 原期间告诉我 有做运动 我现在有 上个第一次来的 爬五层楼梯 现在我爬二十五层 呃 一天也住两只三片 嗯 对啊 呃 那个 前一生这样大的 感觉要小了 嗯 嗯 其他的 怕冷的就比较 小一点 嗯 应该感觉像 那个皮肤比较 比较暖一点 嗯 对 现在就是这个地方 哦 你那个观察的感觉如何 呃 最初是不济观的 嗯 现在济观一点了 嗯 嗯 关进去的时候 有点暖暖的 嗯 最初还有变异 有变异 对对 不能 维持很久 嗯 我太太现在每天 呃 晚上 我不来这里 的时候 嗯 晚上就给我 嗯 嗯 可是都 不能维持很久 嗯 可是你这里要按推后 嗯 再灌厂啊 嗯 就维持比较 差不多 半个小时期 一个小时要不要便宜 嗯 那比较舒服 哦 就是说在这里灌 就比较舒服 比较长 对对对对 然后家里 太太也要帮你灌厂 是吗 对对对对 就是5分钟 10分钟就很有便宜 就去洗手间 哦哦哦 OK 因为你家里灌的时候 你太太是没有帮你打 没有帮你按推吗 没有没有 只是直接灌厂 她没有能够能力 她没有帮你打开那打开关 嗯嗯 所以那就继续努力哦 嗯 你到时候 你也没有东西要问张医师 暂时没有 OK 好的 谢谢你 好谢谢 好 香港你们现场患者也在吗 那个 永泉有没有要请教老师的 有 患者现在有了中心 好 那那个 永泉你有没有要请教老师的 你可以现场问一下老师 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官方说 他在 我们在跟他按推完之后 他关墙的时候 他可以在里面停留得比较长 一个多小时 但是他在家里因为没有按推 所以十分钟左右就忍不住 就又排出来了 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每一次官场之前 也有按推才官场 老师可以听得清楚他的问题吗 听不大清楚 对 他们好像你们香港有回音 所以听不太清楚 而且断断续续 对 那个香港你们的问题是说 你在这边帮他按推完 他就灌肠可以维持时间长一点 如果在家里没有按推 一灌肠十分钟就要跑厕所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是 好 好 第一个我对灌肠 还有现在的按推涂姜粉泥 我个人的体悟啊 应该我现在比较不会去尝试灌肠 而是 以涂姜粉泥为主 就是涂姜粉泥涂腹 腹部还有腹骨沟 包括他臀部 这几个部位重要的部位 然后配合按推 一定要配合按推 让热炎能够渗透进去 那我想问的就是这个患者 他最主要说前列腺 他到底是什么症状 是大便不顺畅呢 还是小便的问题 好厕所是因为贫尿呢 还是因为拉肚子 因为刚刚我都听不大清楚 第一个你要先讲 讲出他的症状 那我们再来针对这个症状 可能哪个部位引起的 再来加强 那不一定是像以前就是 因为灌肠它只有是一个热源 直达患处体伤 来增强它的运作功能 那如果能够配合按推 它有时候你不需要灌肠 就可以把姜粉泥的热源渗透进去 然后配合按推又可以解除体伤 我现在的看法是 这样的效果应该会胜过那个灌肠 那如果你按得到位 涂姜粉泥又按的 他处跟换处都按得到位的话 事实上是不一定要用灌肠 那灌肠只是怎么样 如果要用 只是来辅助 来加强 这个涂姜粉泥跟按推的不准 如此而已 我对那个灌肠的看法是这样 我总结一下 所以这样的患者他如果频量 那我们大概官当然要解开 按推 那按推还有患处体伤 因为既然有肿瘤了 有异常形态的肿瘤 那你患处一定有痛点 绝对不可能没有 那你刚刚讲哪一边有 那个是正确的 那一边涂姜粉泥配合按推 把体伤解决了就可以了 那如果人解决了 为什么还要灌肠 所以我现在对灌肠是 可以辅助他热炎的不足 你要辅助他还要看要诊断 比如第一个患者体力很差 那我看这一位患者好像还好 体力还可以 那如果肿瘤不一定就是重症 如果体力很好的话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按推啊 如果不是重症 没有体力很差的话 以按推为主 热炎为辅 那既然是这样 所以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要灌肠 我不清楚 因为你刚刚讲的 没有回答到 就是我要的答案就是 为什么你要让他灌肠 灌肠一定是补充他热炎嘛 就是外热炎还不够 所以你要再从里面 除非他大便不出来好几天了 那你赶快用姜汤灌肠 来清肠道通俗变 这样也可以 但是我都没有听到这些啊 因为他只是频尿而已 所以我的看法 对于这样的患者 好像在诊断上 你们没有把要点讲出来 第一个到底他是不是重症 有肿瘤不一定是重症 我说一定要看有没有体力虚弱 那如果体力还不错 那就是以按推为主 热炎为主 那这样就好处理啦 把体伤 他处跟患处体伤找出来 然后再配合毒浆本 这样就可以了啦 好我这样的回答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好那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那谢谢香港 谢谢老师 有什么问题在 可以再拍视频 再请教老师 好的 所以老师您刚刚的意思是说 他体力还不错 其实最主要就是以按推为主 对不对 就是要解除他的体制 对 好这样子你们都 然后再配合热炎 是 好谢谢老师 好谢谢 谢谢香港团队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现在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的课程主题 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 2024年的最新版本 张医师要从秩序开始讲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